他每次我们俩一吵完架 他就买什么花呀巧克力呀 什么礼物过来哄我 其实我要的不是这些 我觉得这些真的就是哄小女孩 我现在这个年龄段 我觉得已经要 就是考虑到结婚这个年龄了 我也想跟你考虑结婚呀 你呢你现在给我闹分手 怎么结婚呀 那是你每天太多心 而且你做法 让我没有办法忍受了 他做什么你不法忍受 之前有一次 然后就是我在吃饭嘛 然后跟我朋友在一起吃饭 他就非要来 然后他来了以后他就说 他就说什么好久没见我 又怎么怎么 就那种特别阴阳怪气 然后我就说你干嘛呀 这我朋友在一块说 你说说这些干嘛 你说说些开心的嘛 然后他就不愿意就跟我在那吵 然后结果吃饭又吵起来了 然后吵着吵着 然后又说到工作的问题 你看他平时都陪他朋友 吃饭都陪我 不是不陪你 我需要正常的交集 我不可能只围着你一个人转 分了吧 舍不得 那你跟他说说你的工作规划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我们俩没有未来 我妈现在也不同意 我说就不是你妈不同意的问题 就是他之前上次 他竟然可以背着我去相亲 没有那只是为了 稳住我妈吃个饭 走个过场 你怎么知道的呢 那天我跟他打电话 叫他下午吃饭 他跟我说他陪闺蜜去了 然后我当想 那我自己跟他去吃吧 后来然后我路过一家餐厅的时候 我就看他跟那男的 因为我家两个家里也比较近 我就看他跟一个男的在一块吃饭 我当时就觉得情况就不对 然后我当时就冲进去 我就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冲进去了 他就冲进来还要打那个男的 你说他做法是特别优质 他冲进来 还要打那个男的 那你也不至于背我去相亲吧 而你相亲你就给我实话实说吗 我别的这不算相亲 我只是走个过场 我没想跟他怎么样 如果是你之前 如果你好好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我也好跟我妈说 对不对 我不在我别 我只不过不希望你骗我 他不是还没毕业 他怎么找工作 他现在可以提前开始投简历 去面试 你们俩认识的时候 他不也在学校里吗 对呀 我说是最近 就是最近的时候 就是反正你肯定是不跟他过了 对 因为他简直 现在变得特别无法忍受 他自从知道我妈 就是不让我跟他在一块了以后 他每天变得特别 那我变得那样都为了谁 还不都因为你 你不要说为了我 行不行 他们变得就是跟之前 就完全不是一个人 那你母亲怎么知道 他这些种种劣迹的呢 谁告诉他的呢 主要我妈觉得她年龄太小了 而且还没有工作 不太实际 就觉得不成熟是吧 对 你见过她的母亲吗 我见过 怎么样对你印象 你自己感觉 我第一次的话就是还可以吧 但后来的话就是反正我看了心里不太舒服 你父母见过他吗 我父母也见过 对他印象好吗 还可以 工作的事有什么打算吗 工作是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毕业了 我自己暂时没有抱着和打算 没打算 但是万一我平时还在忙兼职的事情 兼职做什么呀 兼职的话 平面模特 然后还有些淘宝 开淘宝店什么的 也没闲着是吧 对的也没有闲着 要不然我平时我一个学生 我怎么可能去请客 请他同事吃饭 买能多礼物呀 他每次就会买礼物 每次就会买礼物 我要的不是这些 我只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给自己未来有个规划 然后就是我们以后 你能有一个那种清晰的打算 用条路能让我们走 你现在完全让我看不到